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这里是在西安的著名景点,西安城墙 前面就是西安城墙的南门,永宁门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多,天还没黑呢 估计再过半个小时左右,天就会黑下来了 看一下南门广场这里,游客还是蛮多的 其实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登上城墙去游玩的 可以欣赏到白天的西安城墙,也能欣赏到晚上 晚上的城墙上面可以看到城市里面的夜景 非常的漂亮,白天西安太热了,37、8度的高温 在城墙上都要热化了,太热了 看一下晚上的西安这里,景色美不美 这位都是高楼大厦,商场林立 这个通道两侧灯光都已经打开了 现场依然有不少的游客准备前期参观西安城墙 这个城墙的入口游客是最多的一个门,永宁门,因为是正南门 要知道西安城墙可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 全程一共有13.74公里 要是在上面全程徒步一圈的话 估计得四个小时左右 有的人要是走得慢的话 在上面走一圈的话估计得五六个小时呢 上面非常的长 不过上面目前是可以骑自动车的 那个观光旅游自动车 上面骑的话可能稍微快一点 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点来到西安城墙这里 看日落,非常的舒服 对面那个上上顶楼还可以观光的 可以看到西安城墙南边这一部分 看一下此时此刻的现场 如果大家最近想来西安这里旅游的话 去观光城墙 可以选择在下午五六点之后 傍晚的时候来这个时间点去观光城墙 还是蛮舒服的 而且手架这个季节还有一个优惠 就是中高考生 拿了准考证 可以免费参观城墙 不收没票的 游客好多呀 这个时间点 全都是